大家好,我是鱼儿 炒鸭血,切记不要直接下锅炒 多加这一步 炒出来的鸭血鲜嫩入味 一点腥味都没有 今天饭店大厨就把正确做法分享给大家 像这样炒出来的鸭血 实在是太下饭,太好吃了 有兴趣的朋友 那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两块正儿八经的鸭血 鸭血我们最好是选择这种散装的正鸭血 我们首先把鸭血给它切成稍微厚一点的大片 蒸鸭血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细孔 接着再横着将它切成粗一点的条 大概两公分左右宽度就可以了 全部切好之后再将鸭血装进大碗中备用 接着我们再准备一个泡萝卜 我们先将它切成薄一点的片 然后再改刀切成条 最后再横着切成长一点的段 全部切好之后再装进盘中 泡胶我们也准备几个 然后再将它切成短一点的段 没有的朋友可以用以三胶代替 切好之后再装进泡萝卜一起备用 小葱我们把葱白和葱叶分开 先把葱白切成细一点的小段 切好之后再装进盘中 剩下的葱叶再切成长一点的段 切好之后再装进盘中 大蒜我们也准备两个 大蒜我们也准备两个 将它切成薄一点的大蒜片 切好之后再装进盘中 生姜准备一小块 先切成薄片 然后改刀切成细丝 最后再切成细点的生姜末 切好之后再装进盘中 然后碗中加入一点蚝油 再加入一点鸡精 龙家红薯粉加入两小勺 再加入一点点生抽酱油 然后再加入小半碗的清水 再用筷子把所有调料充分的给它搅拌化开 搅匀晃一边备用 锅中加入清水 再加入一点料酒 小葱段也放一点曲心蒸香 再把切好的鸭血放进来 我们先提前把鸭血给它焯一下水 这样可以很大程度的去除腥味 水开之后把表面的浮沫给它打掉 这也是腥味的主要来源 焯水一分钟之后 直接把鸭血倒入漏栏中控水 然后再用水龙头流入的热水 把鸭血给它冲洗一下 这样鸭血可以更加的干净 然后放一边控水备用 锅中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多一点的猪油 没有的可以用五花肉代替 用猪油炒出来的鸭血更加的香 油了之后把泡萝卜先放进来 先把萝卜的乳酸味给它炒出来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要是您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麻烦洞洞灵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赞败 因为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鱼儿的支持和鼓励 炒香之后再把泡椒末倒进来 继续把泡椒里面的辣香味给它炒出来 炒香后把姜蒜放进来 再加入一勺豆瓣酱 继续给它炒出香味 全部炒香之后再把焯好水的鸭血倒进来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腌过鸭血就可以了 然后再盖上盖子 水开后给它煮五分钟 好了时间到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里面的汤汁已经不多了 然后再把提前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料汁倒进来之后 不停的用铲汁给它推动 把料汁给它收至浓稠 收浓之后再把葱白放进来 哇塞真的是太香了 最后再把葱叶再撒下来 然后随便给它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洗锅前再往里面淋上一点藤椒油更加的香 不喜欢的可以不放 翻炒均匀之后就可以关火 洗锅装盘 装入盘中美味集成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泡椒鸭血 咱们就做好了 哇塞 看着这个鸭血就非常的有食欲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鸭血鲜嫩入味 麻辣鲜香真的是非常的下饭 里面的泡椒搭配在一起 真的是乳酸味非常的浓厚 像这样做出来的鸭血 在饭店里起码要卖三十八一份 自己在家做成本不到五块钱 好了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